大家好,我是遊戲鬼的主持何文杰 又是時候和大家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 首先希望大家幫忙在我們的右下角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分享我們的短片開去 古代皇帝是九五之轉,地位超然 最妻自然要求特別多 准皇后嫁給皇帝之前 還要進行嚴格的婚前檢查 在漢習士秘身裏有東漢皇后婚前檢查的記載 漢門帝要立大將軍梁霜的女兒梁呂瑩為皇后 成婚前漢門帝特地派了女官去到梁大將軍的府邸 女官先觀察梁呂瑩的走路姿勢 覺得她身材均勻,姿態拼亭,無可挑剔 請梁呂瑩進入閨房裏脫衣檢查 千金梁呂瑩當然不太願意,女官就渴望她 這是皇上的聖旨,亦是皇上選后的規矩 誰想做皇后都要先脫掉所有衣服 讓女官仔細檢查 都渴望做皇后的梁呂瑩當然無奈地服從 女官先後要檢查相遇的形態和質地 又要問她身上有沒有臭壺 還要查一下肚臍的形態深淺 肩歡腰圍、歇圍等彈性 大小腿的膚色、長度、腳弓 以及手指和腳趾的顏色都一一記 詢問完有沒有病史之後 就要檢查婦官和頭髮 最後梁呂瑩三夫萬歲 檢查她的聲大發聲是否有問題 在公元147年6月梁呂瑩正式入宮 8月被立為皇后 梁呂瑩終於如言以嘗 以往所受的檢查屈辱 都可以說一洗而空 其實皇上大婚一般都是指 皇帝登基前沒有取過正妻 登基以後的婚禮 能夠舉行皇上大婚的皇帝 小時就職位 大婚可以視為一個隆重的成人禮 多數舉行過大婚的皇帝 在婚後都會開始真正去親政 今日和大家分享皇室的歷史到此 大家可以在完結前 在我們頻道的右下角 免費訂閱我們頻道 留言讚好 以及將我們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等更多朋友看到我們中國文化的傳播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